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18日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 菲律宾菲雍又在南海吃憋了 这次中国的边防军又立了大功 不过这次不是陆防而是海防 成功的在南海比喻了菲律宾的步步蚕食 成功的在16号晚上阻挠菲律宾的补给任务 就是前往仁爱礁的破船进行补给 今天早些时候菲律宾的外交部长洛青 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老修成怒 他说16号深夜的时候 有两艘菲律宾的小艇 试图给仁爱礁的菲律宾破船 就是那艘有名的搁浅的破船 马德雷号进行补给 结果被中国三艘海警船发现 被打的是抱头鼠窜 狼狈而归 而且中国海警船发射了水炮 导致菲律宾补给任务失败 就是这个小视频所示 虽然说是当天晚上 但是看得非常清楚 中国海警船应用的执行了 这个保卫中国疆土的任务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立大功 祭一次大功啊 那么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呢 他说菲律宾购物团受到 菲律宾美国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 如果北京未能克制的话 将会威胁到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他已经以最强烈的措辞 向中国驻马尼拉大使表达 非方对此事的愤怒 谴责和抗议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坚哥呢 他说菲律宾两艘补给船 没有经过中方同意 暂至闯入中国蓝沙群岛 仁爱礁附近水域进行补给 中国海警船依法执行公务 维护中国主权和海上秩序 目前仁爱礁海域总体平静 中非双方就此保持着沟通 那么虽然说 这个赵立坚坚哥是风轻云淡的 说了几句官话套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释放的信号 是非常明显了 就是中国大陆准备收回南海的人爱礁了 为什么 中国已经不准这个菲律宾 飞庸前往仁爱礁 那一艘破船上进行补给任务 没有补给的话 没有吃没有喝的话 那些助手的菲律宾士兵一定会撑不下去 一定会举白旗投降 到时候中国就会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要费一枪一弹 就可以占领仁爱礁 以前中国对菲律宾的补给任务 那可是这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直接禁止你补给了 那么就说明中国准备收回仁爱礁了 所以最近自从习近平主席上台以后 真的对外非常强硬 该强硬的时候强硬 该合作的时候合作 对待印度阿塞 我就不让 就不让步 打痛你 对待菲律宾的飞优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觉得真的有必要聊一下 有名的就是已经腐朽到接近散架的 菲律宾破船 马德雷号和仁爱礁 我看过法国方面的纪录片 破船里面的生存状态 生活状态可以说是地狱 这个船体外表是秀极斑斑 里面的这个设备都拆空了 就是一个壳子 搁浅在这个仁爱礁 里面住手的菲律宾士兵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瘦巴巴的 圈吃扫穿的 而且晒的 南海地区 太阳光非常强烈 没有吃怎么办呢 只能钓鱼 然后淡水资源也是非常非常稀缺的 那些士兵真的撑了这么多年 我真的佩服他们 这个马德雷号是1999年5月7日 美国悍然轰炸中国兰斯拉夫大使馆 驻兰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 两天以后就是5月9日 一贯偷鸡摸狗的菲律宾政府呢 以为有机可乘 就把这个马德雷号开到的仁爱礁 说这个马德雷号机械故障 我开不走了 所以呢 拒不拖走 然后呢 让这个士兵在上面 这个轮流的定期的轮换 而且呢 从2015年开始 菲律宾就对这个仁爱礁的 这个马德雷号进行维修 菲律宾的海军呢 利用渔船以及其他小型船只 把水泥钢铁焊接设备的物资运到舰上 进行加固 把这个混泥土基础放置在这个船体内 以稳定这个船体 那么目的就是永久性的霸占 这个中国领土仁爱礁 那么这个仁爱礁呢 也是非常非常有故事的 一个小岛啊 可以说一点都不大 它是这个南中国海海南沙群岛中的一个环礁 大概南北长的是15公里 东西宽的是5.6公里 低潮的时候大部分会露出 那么30吨的船只呢 是可以进入这个礁湖的 所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中国的信号就是我以前对你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以前可以对这个仁爱礁进行补给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不能让你这些士兵饿死嘛 但是现在呢 菲律宾即使把这个船只伪装成名船 中国也不让了 没有经过我中国允许 我不让你进去补给 所以这个信号 我觉得不能再明显啊 中国准备跟菲律宾干了 收回这个仁爱礁了 那么我觉得菲律宾在这个时刻突然偷鸡摸狗的进行补给啊 那也绝对不简单啊 因为菲律宾一直都是欺软怕硬的啊 很会利用局势 我觉得菲律宾这次呢 应该是觉得中美已经啊 进行的谈判啊 这个拜登老儿和习近平坐下来啊 面对面的啊 视频谈话 基本上啊 这个中美和谈了啊 这个友好基调已经确认了 中美关系已经缓和了啊 中美关系缓和 那就意味着中非关系也会缓和 那么缓和以后 菲律宾认为中国一定会忍气吞声啊 为了友谊啊 你再怎么招惹我啊 我忍气吞声 所以我觉得菲律宾不排除是误判形势 就像这个阿三啊 去年中印边境冲突 他也是误判形势 认为啊 中国跟美国打了贸易战啊 又加上新冠疫情肯定是经济啊 颓废啊 肯定肯定是名不聊生 没有实力啊 跟我对抗了 所以我赶紧啊 蚕食中国领土 借这个机会 一步一步的蚕食 结果呢 中国拒不相让啊 这是第一点 菲律宾误判形势 第二点 我觉得杜特尔特就是菲律宾现在的这个总统啊 就是两面派齐强派既亲美又亲华啊 非常的务实 他马上要下台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菲律宾的政治基本上都是美国控制的 美国中情局控制的 那么肯定他下台以后一定是一个新的势力会上台啊 像杜特尔特一样的理智务实几乎不可能啊 所以这个杜特尔特下台以后一定是一个反华的人上 而且这个新总统上任以后怎么凝聚菲律宾的名义了 就是对外挑衅啊 对吧 对外挑衅才能凝聚菲律宾的那些散杀 菲律宾这个国家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亚洲的这个巴西啊 人总也是非常的慵懒啊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势力啊 左派右派啊 反正中国不干扰你们菲律宾的内政 我们也知道菲律宾是美国控制的啊 是美国的走狗 所以现在中菲的这个大趋势呢 基本上已经注定了啊 杜特尔特下台以后应该会有一个小波折 就是新上台的总统啊 为了表示啊 我是爱菲律宾的 我就要对外挑衅 对中国挑衅 来表示我有种 我爱菲律宾啊 这是第二点 而且第三点呢 中国现在呢 也是开始跟东盟那些国家合作 要再次推进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宣言 那么如果这个准则宣言能够实施下来的话 那美国那就完蛋了 美国势力不仅仅是退出台湾地区了啊 要退出第一岛链呢 连菲律宾都守不住了 美国肯定不乐意啊 肯定不满意啊 啊 这个亚洲都团结起来了 一带一路啊 中国用一带一路把这些南海周边国家都啊 落到中国的系统里面了 跟中国做生意了 不需要我美国了 那我怎么在南海继续腥风作浪呢 我肯定要暗地里 我捅刀子嘛 搞事情嘛 所以大家有没有理解 啊 呃 这个大环境 啊 决定了中美之间 啊 中 中非之间啊 在未来几年应该是我 我分析啊 应该是不大平坦的啊 发生这种事情 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 啊 我们一定要准备好菲律宾 有可能变天啊 啊 那么我觉得中国呢 应该是早就有研判的 中国的一些智库也不是吃素的 啊 菲律宾 呃 还有什么新加坡啊 对吧 日本啊 如果你们愿意合作 中国跟你们合作啊 中国还有大把的钞票投资你们 啊 如果你们不合作啊 站队美国继续和中国斗的话 那么别怪我不客气 就说啊 朋友来了 有美酒 才狼来了 有猎枪 中国对外啊 对了一些挑衅中国的人一定会啊 不松手的 啊 那么你对中国好 中国对你百般的更加的好 啊 所以菲律宾我觉得一个务实的聪明的新总统上台的话一定会权衡啊这个形势啊 我觉得应该不会做出傻事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啊 关键还是在于菲律宾的这个内部政治怎么去啊这个调和啊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呢就聊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感兴趣的网友可以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